举个例子 当你晚上在山乡路上开车 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 你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障碍 你很怕掉到沟里或摔到山下 当你的车灯照见了前方的路 知道前面全都是空空荡荡的 那你才敢继续开 这就和照见五蕴皆空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照见一切空性 你才能修好心 学佛的奥妙就在于此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谁说学佛人孤独 有成千上万的佛子陪伴 还有护法菩萨和诸佛菩萨常住在心中 永远地指导着我们的心灵 师父还说 我们是最幸福的 佛法难闻 经已闻 希望你们好好地修 一路排出杂念 跟着佛陀指引的佛道 在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下 一事修成报佛恩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拿摩释迦摩尼佛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金刚菩萨 感恩师慈父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今天为了度众生 学习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 救度众生 所以我现身说法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我 保佑我 能够把今天这个红法 转为功德 希望我的分享 能广结善缘 广度有缘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早上开天然气灶 做早饭时 发现闸门是开着的 心想怎么会这样 赶紧回忆一下 昨天晚上的事情 哦 想起来了 昨天晚上热圣饭 忘了关闸门 顿时吓得身体一哆嗦 火怎么灭了呢 又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帮助化解了灾祸 末法时期 灾难频出 无常就在身边 只有求观世音菩萨 才能躲过 因为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闻生救苦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有观世音菩萨 保佑的孩子是个宝 还在观望 徘徊的有缘人 请赶紧念经吧 时间不多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 时刻关爱着我们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尊敬的东方台秘书处 师兄们感恩您 今天我在这里 分享几个小房子 灵验事例 一 我先生前几天牙疼 我帮他送了三张小房子 一张自存272遍的 消灾即将神咒 一张272遍的 自存往生咒就好了 真实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二 家里的蚂蚁 送了七张小房子 念了21遍心经 49遍往生咒 求观世音菩萨 请蚂蚁离开 我真的不想伤害他 非常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不求人 自己花点时间 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佛人应该孝顺 有一次 我给妈妈画小房子几十张 第二天 妈妈说病好了90% 大概七年前 我做素菜素食方面 法布师 度人功德 给我和妈妈 做了一年的时间 梦里告诉我 再过一个月 你和你妈妈的杀业债务 就还清了 几年前 妈妈59至60岁那年 梦里我已经梦到了 300多块钱买个丝巾 但是当时我不懂这个数字 是我的还是妈妈的 没过两个月 师父到梦里告诉我 324章 你帮他念吧 那年 我帮妈妈念经 放生 一些法布师功德 也给他 再后来 一次梦里 梦到一个老爷爷说 我妈妈没病 就是瘦 我醒来 知道妈妈结过了 感恩菩萨加持 感恩师父加持 感恩心灵法门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 学佛人更应该孝顺 学了心灵法门 更知道 给妈妈念经 给妈妈放生 就是最好的孝顺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孝顺父母 乃世间最大的福田 我的爸爸 从小就非常非常爱我 学了心灵法门 我知道了 怎么回报 爸爸对我的爱 一次 我给爸爸放生 回来梦见 有五六条大鱼 站立起来 爸爸站中间 和大鱼一起 合影留念 几个玉事梦 让我提前知道 爸爸有节 我帮他画小房子过了 我给爸爸念过一万遍心经 效果很好 我告诉另外一个佛友后 他也给他爸爸念心经 爸爸身体健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爱爸爸就要学心灵法门 给爸爸念经放生 让更多的人都来学心灵法门 离苦得乐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印尼有一个张先生 他三十年后才找到 失善的初恋情人 三十年之后 都已经变老头老太太了 满脸皱纹看得还挺开心的 年过五十 两个人又开始了 十七八岁的初恋 甜蜜的日子才开了一个头 被一场世纪大灾难 就是印度洋大海啸 让他太太离开人间 他们结婚才三年 海水带着摩托车 冲向了他的家 把他家一下子冲烂掉 他的先生死命地拉住 他的太太 结果太太为了不想把他先生 拖下水 他就松开了手 太太就自己被咆哮的海水 瞬间就冲走了 所以这是真的故事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不能今天好了 不想想以后啊 想一想 印尼过去的有一些惨案 想一想 我们今天学佛做善事 就是为子孙积福积德呀 我们怎么不要念经来保护他们呢 所以好好地学佛 因为人的生命短暂 才显得珍贵 来一趟人间不容易啊 我们一味地说我活得长一点 最后实际上 生命还是在你的打工 挣钱活着当中 慢慢地缩短 要认识自己 多做善事 来改变自己 你才会慢慢得到福和慧 你会得到永久的平安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当下学佛今是福 不闻佛法真没福 借甲修真 红尘卷 出离苦海 还心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